今天是2021年的9月30日 不记不觉我已经住了这间偷房 接近三年了 上集说到 不叫辛苦就不会辛苦的了 与其去普遍的话 我们应该用正能量去解决问题 讲了整20分钟 总之整集就跟你说 做人只要有目标有梦想 咬牙关不放气 终会可以完成你的梦想 不是一间大的健身室 天天就看着日出日落做gym 有空就跟教练出海 拍下影片 那还可以拍下youtube 教别人做创业家 欸 苏儿 不要这么观看啦 不要玩啦 又说社运又说疫情 哪有那么多钱啊 说到这么容易 这么容易赚钱 人人都变你家成啦 没错 赚钱真的很难 的而且确 有个秘密 我一直都没勇气和大家说 因为我不知道 说出来之后 大家会怎么看我 但其实在两个月前 我已经拍下了这段影片 并且决定了要在今天 和大家公开我的秘密 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9月30日 不记不觉 我已经住了这间劏房 接近三年了 我的辛酸 所有东西都在发生 每一晚和每一个早上 就在这间房里度过了 这间就是我 这么大的劏房 它有个非常好的优点 就是无论多累也好 我睡在床上 都是不会倒在地上的 而且呢 我一起床呢 打开个门呢 外面已经是好像叮当的随意门 直达我的健身室 当我很累 收工的时候 也都开这个叮当的随意门 就会回来 终于是立即进入睡房 那里睡觉 不记不觉都已经三年了 这两个日子来说 差不多每一个平日 我就在这里起床 睡觉 就在这个位置那里 摊开 收拾好张器 就是用电脑 和吃东西 然后我的衣服呢 每一次我要拍摄 换衣服 基本上 现在都不会是这个样子 就会变成一个乱状肝 主持生 可能会飞出来 而我成千上万的衣服 有个衣柜 就是在床底 就是在这一格 为什么也不太见得过 因为都是乱到爆炸的 大家有机会 因为我刚拍摄 我都找出来 然后我就一下子收进去 那为什么要拍这段影片呢 因为距离我离开它 只剩下最后一个月了 希望 应该在2021年的11月 我的新健身室就可以完工 然后我就会 离开它啦 那我是很爱这里的 我会永远怀念 这个新鲜的日子 也都不会忘记 我会提醒自己 我会努力 他会有回报的 多谢大家 我希望藉着这段影片 记录一下 这三年来 每日的生活 怎样 没错 大家看到我住的 就是健身室里面的处物室 所以有很多杂物在这里 我自己住在天水围 而健身室当时也在油麻地 为了省回车钱和时间 所以我就住在这间集物房 我习惯好早起床 尽量都想在有学生来之前 拆好牙齿洗好面 但是之后有些学生 真的很努力的 和教练一大早就回来做健身 有时见到我整个牙齿般走过 都有一点尴尬 在这里也想跟大家说一句不好意思 我喜欢早上喝黑咖啡提神做事 通常洗完杯咖啡 我就会躲回房间做自己的事 没错 就是刚才那间集物房 我就会拿一个在日本吃 买的储物箱 然后就坐来做灯 搬开枕头和皮铺 就放电脑在这里剪片 所以你们这几年来 看到的很多youtube的影片 其实就是在这间房间 单身的了 并不是在一个很美的咖啡店 或者是在一个很美的环境 而是在这里剪 但是我发现当你很沉迷 喜欢做一件事的时候 其实我就会陶醉在自己的忙碌世界里面 无事死都是的环境 其实我是很享受去做这件事 千万不要觉得我好惨 其实我是落在其中的 打开个锤衣门 又出回我的健身室了 通常到时到后就要换运动衣 因为开始多学生 有教练上班 我就会出来一起做一下运动 当然啦 如果有课想我也会去教堂 如果没有学生的时候 我又可以做自己的事 随时就可以做运动 所以健身重分 已经完美地融入了我的生活 在这里就是我的家 任何时都可以做东西 所以我一星期可以做五六日夜假 我会细分为做背 然后就会粗脚 然后粗脚 然后粗脚 然后就拆分出来粗脚 粗脚 粗手臂 还有粗脚 实不相瞞 我就比较少做大样的 我就呈现了一些大的 複合式动作去训练全身 好像是蛙艇姬这些 其实也是比较少做的 可能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吃了很多东西 才会去烧更多的卡路里 你现在是演的人 当然啦 你的厨房 混乱去做水的日常 在设计旧时的健身室的时候 我也是做了一个厨房 因为我知道 饮食配合运动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在这么小的地方 厨房自然都非常小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是非常温暖的 也都是因为这样 在过去的煮食影片里面 我甚少会拍到厨房 通常都是超近的 大特捨地拍着锅子就算了 而在这么小的空间里面 有时候要煮很多菜菜 或者拍片 要预备多些食物的时候 都真的挺狠狠的 而且都会有一些油烟 所以这里又要再跟一些 舊的学生说一声 不好意思 可能有时候 乡亲你们 或者有时候 油烟 供着你们 上堂 真的好多谢你们 对我的包容 有时还走过来 看我煮什么 但是看到一片东西 就不好意思 问我做些什么 我真的觉得 你们是很好的 所以你们放心 现在新的健身室 有一个很大很美的厨房 这样的往事 一定不会再发生的 吃椰菜 鸡蛋 掌气粥 吃三文鱼 待会给大家看 我刚才这个菜已经煮好了 看看这个三文鱼熟味 哇 哇 哇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的Instagram 就会发现有一个IG 是专放食物 当然都是我新童之后 就记录了我新童的饮食 很多时候 背景就在健身室 就是这样 就是四围找一个 漂亮的打卡位 拍摄 然后有时 就可能坐在这里 吃两口 不过这些都是用来拍摄的 而已 事实是 我又走回房间 慢慢吃了 我回来了 又摸摸枕头 和皮 卫生情况 都真是甚为恶劣 不过没办法 我又陶醉在自己的世界上 开餐 开餐 好吃 有一样东西叫做一天一餐 Omak 我未必每天都是这样的 但如果有Omak的话 就更省 每一天都要煮一次食 还有 用一餐的钱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另外 有一个 未必是太好的习惯 来的 我就很喜欢一路吃东西一路做东西 一路做东西 因为一路吃东西的时候 我的脑是最有能力的 吃东西的时候 通常我会继续剪片 或者去预备我的文章 其实我觉得化妆是一件很浪费时间 和很麻烦的事 所以 如非必要 我都不会化妆 所以 在Dream Room的学生 就会看到我很多颜色 出现 但是 如果要拍片的时候 那就要化妆 这样 Hello 大家 欢迎来到Sui的甜点 搞肥梆枕 不知道你们能否看到这个背景 就是健身室这个位置 那么近 可能有一个整齊的桌子 但一zoom完 就会看到四周 这都是很多杂物 没办法 这个实在太小了 所以我就拿过来 喜欢这条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 你说都是你 记得按铃铃 否则又要别人提 你才记得看 记得按 不要坐下来的影片 还有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订阅 留言 为什么要害羞 对不对 快点 拜拜 你听到了 订阅 那我就不再说一次了 看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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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刚才没有特别拍摄 但其实健身室里面 一直都有我的教练 在同学生上堂 我很喜欢我的生活里面 有他们陪伴着我 到晚上他们走了之后 我就会洗澡 吹头 完成今天的工作了 看完这段影片之后 你有没有发觉 我是可以一天24小时 都没有离开过教生室 就可以做完我的工作 而且在整天的支出方面 住宿 交通 水电煤 娱乐 購物等等 都是零元的 我只需要去预备我 一天一餐的食材 就可以维持我一天的支出 这段影片是用来留念我这三年的点滴 我这一间睡了三年 都有一些依依不舍的劏房 亦都是希望藉着我这段 又不能够见光的往事 希望可以鼓励到大家 提醒我们 每一份收获都是得来不易 要好好珍惜 送给每一位正在为生活奋斗的你 人生就好似茶叶蛋 有裂痕才会入味 我们的努力 一定会有回报的 本集完 Sui的劏房生活都完 啊 要睡觉了 看完刚才那段影片之后 有没有吓到大家呢 你们放心啦 我们已经搬到新的铺位了 Soulmate Fitness 现在选择在尖沙咀 阿士甸道102号 位于美黎华后面的高尚地段 轮近佐敦地铁站 步行三分钟就可以到了 置身在闹市中的世外桃园 还有270度的无敌风景 我们还开了新的IG 大家记得跟着 下段影片再见 拜拜